第591章 这不太好吧 墓碑缓缓时针 紫潇潇时不时微斗一下 渐渐冒出些许汗液 顺着雪白的皮肤滑落 感觉如何 墓碑问他 紫潇潇翘脸飞红 细若纹已得到 还是疼 但却真的比上次好很多 有一些酥酥麻麻的感觉 痒痒的 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墓碑微微笑道 正常 这一次 恶变灵气的根筋会被一起驱出 你所感觉到的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便是那最源头的恶变灵气 红 紫潇潇小声道 一个多时尘后 墓碑停下来 微笑道 好了 你的灵氏正已痊愈 这时 紫潇潇浑身遍布汗液 某些位置还有些许黏黏的东西 这黏黏的东西 便是灵氏之症的源头 逼出后便是这等症状 紫潇潇激动 连忙起身向墓碑行礼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他开心极了 困扰多年的灵氏症 终于好了 墓碑将他扶起 不必客气 先去洗个澡吧 紫潇潇翘脸又红了 此时还是赤身裸体的状态 他与墓碑应了声 连忙跑向浴室 哗啦啦 水流声响起 半响后 他走出来 换上了深白色连衣裙 皮肤变得更加红润白皙 谢谢公子 出来的第一时间 他便认真的朝墓碑欠身道谢 墓碑将他扶起 咚咚咚 这时 屋外响起敲门声 潇潇 你们办完事没 一道暧昧的少女音传进来 紫潇潇翘脸微变 下意识道 我们没有 不过 刚说完他就后悔了 本来是想表达自己与墓碑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 但此时这般说 却似乎更不合适了 他刚想改口 门外又想起差异的少女音 这么持久 我来时 紫园叔叔称你与那人在里面有两个时辰啊 好厉害 啊 我待会再来 紫潇潇又羞又气 急声朝门外喊道 你回来 进屋来 啊 这 要我看着你们那啥啥 这 不太好吧 门外少女有些难为情的道 雾北一愣愣的 你俩在说啥 见着他这表情 紫潇潇顿时羞红了脸 快速起身 跑过去打开房门 就见门外站着一个十分漂亮的成群少女 年龄方面与紫潇潇差不多 成群少女惊讶道 潇潇你穿衣服好快 刚才还在那啥 瞬间就 我们没有 紫潇潇又羞又气 拉着成群少女进入屋内 成群少女瞬间便看到了墓北 眼前一亮 潇潇 她长得好好看啊 这么好看 那啥啥还能那般久 你真有 我们没有 紫潇潇脸红得快冒烟了 强行拉着成群少女来到屋里的床榻前 指着那整整齐齐的被褥 你自己看 像是发生过什么吗 成群少女小声道 我以前偷听爹娘说悄悄话 不一定飞在床榻上 紫潇潇气得直哆嗦 你 这时 成群少女嗅到一丝木箱 看向浴室那边 还能看到一些水字 紫潇潇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连忙解释道 我那事 别说了 我虽未经历过 但是 我也十八岁了 很多事 我懂的 成群少女道 紫潇潇羞气得不行 想要解释一下 可话到了喉咙 却是说不出来 不好解释啊 木北这时对成群少女道 别误会 我们真没发生你想象中那等事 她若再不说话 紫潇潇快羞哭了 我信 成群少女肃然道 木北 你那表情 分明就是绝对不信 紫潇潇潇红了脸 谈水水 你再这样 我生气了 打 打你哦 木北 这可真是 脸型的奶凶奶凶的 不过 她也看得出来 紫潇潇和这叫谈水水的少女 当时关系极好 两女又闹腾了会 谈水水终于相信了紫潇潇的话 而后 紫潇潇为谈水水介绍下木北 又为谈水水认真介绍了翻木北 谈水水是谈族家主的掌上明珠 双方父亲是纸交 两人字又便认识 木大哥 谢谢你救了潇潇 谈水水向木北道谢 豆乐归豆乐 可提到这件事 她却是非常的郑重 木北笑了笑 不必客气的 她与两女简单闲聊 听说 都成来了批字时绝禁地运出的葵石料 许多大族大叫的子弟都去观望了 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吧 若是运气好 买几块葵石 说不定能开出一些高级金玉 或者是其他惊人的宝贝 谈水水道 葵石 一种由葵叶凝聚成的石块 与普通石块不同 葵石的形成需要极为悠久的时间 至少也得百年光阴 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疆域变幻 可使葵石内包裹不少奇珍异宝 葵叶比较特殊 能隔绝神石和神力 只有切开方可知道其内有没有奇珍异宝存在 于是 一些势力寻到葵石后 便并不自己开 而是拿出来卖 毕竟 葵石内虽然可能存在奇珍异宝 但几率却是非常低 一百块葵石不见得有一块能开出宝贝 直接将寻到的葵石拿出来卖 可将利益最大化 葵石形色越好 便能卖到越高价 矮石绝境地 乃是这玄界的三大兄弟之一 纵然是情天静的强者也不敢轻易深入 从石绝境地内运出的葵石料无疑非常惊人 能引去很多人观摩购买 关于这些 墓北道也是知道的 公子 您去吗 子潇潇问他 墓北想了想 行 去看看 其他不说 精玉这等东西对他是非常有用的 这东西 可以提前将秘宙震文和各类神通刻印在其上 而后 需要用时 直接祭出即可 可顺发 他若有上好的精玉 便可提前将一座大型杀阵刻于精玉上 而后在对战时直接祭出开启杀阵 作用非常大 另外 精玉在断兵和炼丹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非常稀少和珍贵 基于稀少和珍贵这点 市面上极少有这等宝贝售卖 用钱很难买到 当下 三人朝那都城而去 第592章自己捅自己 一天后 三人来到都城 放眼望去 都城四面围着很高的城墙 由褐色巨石堆砌而成充满了沧桑感 大街上人来人往 三人走在街上 男的俊俏 女的貌美 引得许多人频频回头 这时 另一个位置上 一个云袍男子看着这边 手持一柄折扇 目光落在紫萧萧身上 双眼微微发亮 窈窕淑女 清纯可人 当真是我见尤莲 云袍男子身后跟着两个老仆 其中一人沈声道 公子 此女名为子萧萧 玄陵阁和心 她父亲紫源更是十分强横 公子不要乱来 另一个老仆点了点头 道 就算是推演出 那团道员将在都城附近出现 门主派我们来踩点 请公子赞莫乱来 以免节外生枝 两人生枝自家公子风流成性 沉声提醒 林袍男子目光围动 来头道不小 不过 我通谷门并不畏惧 他旁边另外两人是谁 他身后 左边老仆道 成群那个女子 是谭家的嫡系 至于那个男子 倒是不清楚 不过 应该也不差 否则 不可能让那位子萧萧和谭家嫡系跟在身旁 云袍男子摇了摇折扇 道 你二位知道的东西非常多的 既然你们不清楚他有什么来历 那么 他的身份就必定没什么大不了 艾恩让那两女跟在他旁边 呵 少女们是非常看脸的 他又摇了摇折扇 不过 本公子这张脸也不差 更主要的是 本公子比他强 身后的靠山 更非他能比 他一副自信的模样 朝沐北三人那边走去 两个老仆皱眉 连忙道 公子 放心 本公子有分寸 云袍男子道 都成整体给人一种沧桑感 沐北子萧萧和谭水水走在一起 谭水水道 那堆从时觉进地运出的魁石料 临日才会开启 我们先去鬼市转一圈吧 晚些时候再找个落脚的地方 沐北好奇 鬼市 谭水水道 鬼市落在都城西区 是一条很长很宽的街道 有许多修饰摆摊 能见到一些稀奇的宝贝 当然 造假的更多 若是眼地好 能选到价值惊人的好宝贝 沐北点了点头 简单来说 便是简陋淘宝 走吧 他说道 三人朝鬼市走去 本章未完 请翻页 就在这时 三道身影迎面从前方走过来 为首的是一个手持折扇的云袍男子 身后跟着两个老胡 云袍男子面带微笑 静止走到子萧萧跟前 面带微笑的道 萧萧姑娘 久闻芳明 在下侯精 通谷门门主嫡子 不知萧萧姑娘可否赏脸与侯某同游 子萧萧后退两步 摇了摇头 侯精道不介意 依旧面带微笑 道 萧 这一次 他刚道出一个字 便被一旁的潭水水打断 没见他旁边有位帅气的男伴 眼瞎骂你 跑过来搭什么扇 懂不懂做人 他一点也不客气 将子萧萧拉到身后 侯精依旧带着笑 看向沐北道 我想 这位朋友应该不会介意的 对吧 沐北看着他 如果是我 我不会去搭讪一个身边有男伴的女子 这会显得很贱 也不尊重人 侯精微眯双眼 摇了摇折扇道 可是 我并没有打算尊重你啊 沐北笑起来 随后一脚踹出 这一脚速度很快 瞬间落在对方腹部 砰 一声闷响 侯精横飞九丈多远 落在地上后发出喷的一声闷响 公子 跟着侯精的两个老仆连忙跑过去 将侯精扶起来 侯精嘴角一穴 一把推开两人 重新看向沐北 他面孔猙獰了极许 哪怕你跪下求饶 今日也必死 轰 雄魂神能浩荡 他一步步朝沐北逼过去 荒王静初期 他手中折扇一动 发出铿锵铭响 一道道杀伐气息浩荡 席卷出一股飓风 另附近的一些修饰连忙远退 沐北换出赤黄剑 抬手便是一剑 此神一剑 哼 剑气蒸蒸而鸣 灵力霸道的剑气 瞬间落到侯精跟前 侯精脸色微变 手持折扇全力一批 与剑气撞在一起 咔 一声脆响 折扇一分为二 而剑气却是趋势不减 扑斥一声将他脑袋斩下来 公子 两个老仆脸色大变 与此同时 这个地方 其他人本章未完 请翻页也变色 一个荒亡静初期的强者 居然被沐北这个太荒静 修饰一剑给秒了 只一剑 谈水水美目大争 好 好强 此萧萧也惊讶 之前只知沐北要数一道精彩绝艳 却不想 战力竟然也这般惊人 一剑秒荒亡 这战力 骇人听闻啊 轰 轰 这时 两股狂暴的神力不动冲销而起 两个老仆面孔兄弟 如同两头是血的凶兽盯住沐北 门主嫡子 竟然被沐北斩杀于他们跟前 这责任太大了 他们会有很大的麻烦 杂种 两人咆哮 同时扑向沐北 各自换出一柄锋锐的战刀 战斗杀伐气息逼人 俨然杀过很多人 两人的修为 更是强悍 只差一步就可踏入朽离境 沐北看着两人杀来 一动也不动 未有眸光微闪 无量冰点 下一刻 两个老仆手中的战刀忽而同时抖动 相继刺入两人胸口 两人身形一致 亮腔着摔倒在地 大口咳血 这一幕 使得这个地方所有人脸色都是一正 他们自己捅自己 这什么情况 两个老仆挣扎着站起身来 又惊又怒 不明所以 他们的战刀在方才突然失控了 将他们自己贯穿 他们获得盯住沐北 立声道 是你在捣鬼 沐北不说什么 提着赤黄剑走向两人 下一刻便出现在两人跟前后 一剑立劈 此神一剑 坑 剑笑刺耳 剑立射人 两个老仆重伤 迎着这一剑 连忙撑起防御护盾后退 同时各自劈出一刀斩向死神剑立 转眼 刀器与剑气碰撞在一起 爆发一阵刺耳轰鸣 震得两个老仆再次可雪 登登登后退 而这时 沐北出现在两人身后 随手一剑立劈 将两人同时笼罩在剑立之下 剑速极快 两个老者惊悚 你扑 扑 两颗头颅飞起 血水喷涌而出 第593章 他给的太多了 众人齐齐一哆嗦 两个无限逼近朽离境的老被强者 居然也在瞬间被沐北斩杀 哎路北 才太荒境而已 这 太逆天了吧 许多人心悸 谈水水盯着沐北 双眼发光 拉着紫霄霄道 霄霄 你俩当真没啥 要是没啥 我可对他下手了 常那么好看 还这般强 可不能便宜了其他女人 紫霄霄下意识道 不许 谈水水道 那 给个机会 你当大 我做小 咱俩谁跟谁 对不 紫霄霄羞红了脸 你矜持点啊 沐北 这位水水姑娘也太豪放了吧 他蹲下来 将侯精三人的那界摘下 简单一扫 各类精石 灵药和玄碧等 应有尽有 价值不俗 以侯精的那界内宝贝最多 这其中 侯精的那界内 还有一块头颅大的纯白宝玉 散发着丝丝缕的纯净光泽 精玉 当有六品级别了 精玉由低到高 分为一到九品 几品 超品 一种和超一种等 越是等级高的精玉 能承载的镇纹等级变越高 六品级别的精玉 等级已是不算低了 足可承载他正在参物中的百结杀阵了 他满意的将之收起 走吧 去鬼市 他对子萧萧和谈水水道 也不在意侯精等人的尸体 朝鬼市走去 原处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许多人不由得哆嗦 那侯精 可是通古门门主的儿子啊 他居然眉头都不皱下就给杀了 当真是够狠 通古门门主本就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如今被杀的又是嫡子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些人议论 这时 墓北三人已经走出很远 潭水水拉着紫萧萧 双眼直溜溜地盯着墓北看 亮闪闪的 一副想吞了墓北的模样 墓北 有些尴尬啊 天色已是渐渐暗了 两人来到鬼市 鬼市上 街道两边密密麻麻地摆着一个个摊位 许多摊主在吆喝 摊位上摆着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散发各种不一样的光辉 一眼看去很不一般 墓北破望神眼一扫而过 摇了摇头 如潭水水所说的那般 果然大部分都是造假 这些造假的宝贝栩栩如生 但却瞒不过他的破望神眼 三人朝里面走 很快 潭水水被一个摊位上的一只光辉意义的簪子吸引 这位姑娘 好眼光 此玉簪 以千年王晴的核心宝谷断成 可滋养佩戴着气血 更有助言之效 最是适合你这等美丽女子 老夫看于你有缘 元售价百万玄币 现在 只三十万变卖于你 摆摊的老者道 潭水水顿时一喜 有助言之效 我要了 千年王晴的核心宝谷断成 即可滋养佩戴着气血 更有助言之效 而且还打三折 这是逃到宝了 他就要付钱 被墓北拦下 假的 他有些无奈 女人在涉及到容貌方面的事 智商是都会下降的吗 就不想想 真是好东西 怎会三折售卖 摆摊的老者顿时不悦 眼神不善地看着墓北 小伙子 老人家我在这里摆摊十年了 以诚信著称 你无凭无据 竟他话还没说完 墓北拿过潭水水手中的簪子一抖 直接震碎 就见 其内材质分明是普通野兽的骨灰 和千年王晴半点不沾边 以诚信著称 墓北看着老者 潭水水恼怒 邓是摆摊老者 这东西一个玄币都不值 居然卖他三十万玄币 老坑货 大奸商 老者顿时有些尴尬起来 陪笑道 那啥 小本经营 混口饭吃 见谅 见谅哈 说着 掏出三根一模一样的簪子 快速塞到墓北三人手中 免费送你们 别闹大哈 感谢 感谢 墓北 这老头 认错态度倒是好 不过 给他个大男人一根这簪子搞毛 这簪子一看就是女子用的啊 这时 他忽而盯住老者腰间的一口葫芦 把这葫芦送我 今日这事就算了 要不 我可高喊骗子了 葫芦大概一尺 表面上看去很普通 许多地方甚至有破损的刻痕 但方才 偶然一瞥间 却令他双眼一阵刺痛 似乎被挣扎了下 要知道 他可是修成了破望神眼 同力是非常强悍的 可仅仅以破望神眼扫了眼 居然就让他双眼刺痛 足可说明这葫芦很不一般 咬者看了下葫芦 道 不行的 这葫芦是老人家祖上传下来 虽然我一直搞不懂 这葫芦有啥用 但不能把它送人 木北道 我花钱买 咬者摇了摇头 道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祖上传下的东西 于我老人家而言 它有独特的意义 一意悬地 木北道 咬者神情一粟 将葫芦递给木北道 钱不钱的道不重要 主要是 老人家我一看便感觉 这葫芦与你有缘 方才只是试探下 你对它是否真有诚意 现在 我感觉到了你的诚意 自萧萧谈水水 木北接过葫芦 而后取出一意悬地 交给老人 这葫芦绝对不一般 他如今不缺钱 能通过花钱拿下这葫芦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一意悬地而已 对现在的他当真不算什么 老人快速收起一意悬地 感慨道 虽有些心疼惋惜 但葫芦能与有缘人相遇 乃是好事 相信祖上荡也不会责怪我老人家 少年 去吧 木北笑了笑 与子萧萧和谈水水离开 老人则是快速收摊 一溜烟跑了 这鬼是鱼龙混杂 若被人发现他有一意悬地 搞不好会惹来麻烦 先跑为敬 有好日子过了 他知道那口葫芦不一般 但那又如何 他耗费了百年时间 都搞不懂葫芦到底有何用 想来 以后也弄不清这点 留在身边就和一块破石头差不多 没有任何意义 哪有一意悬地来的实在 有这一意悬地 未来 他能过得非常非常滋润 甚至可继续突破 能在修行路上走出更远 老爹 爷爷 列祖列宗 抱歉了 实在是 他给的太多了啊 第594张杀了你也是我的啊 墓北三人已是走出很远 墓北观摩手中的葫芦 这个时候 却倒是看不出有什么神奇地方了 唯一比较特殊的是 葫芦的塞子怎么拔也拔不开 朝内灌注神力 一点反应也没有 公子 可探究出神秘之处了 紫霄霄轻声问道 他虽然感觉不出这葫芦的特别 但墓北既然花一亿悬必买下这葫芦 那么 这葫芦便是绝不一般 墓北笑了笑 暂时没有 他将葫芦收起来 现在没有发现 不必着急 以后慢慢研究 总有一天能研究出这葫芦的妙处 走吧 继继续逛 他招呼紫霄霄和潭水水道 今日逛这鬼市 弄到这么一口神秘的葫芦 着实是没白来 鬼市很是热闹 吆喝声不断 三人朝里面逛 以破望神眼 墓北帮着紫霄霄和潭水水 挑选了几件很不错的宝贝 物超所值 呃 这时 他忽而看向不远处的一个角落 那里围着一堆人 一个黑袍人盘膝而坐 双腿上摆着一把断剑 断剑缭绕丝丝的乌光 有一股非常不俗的剑威环绕 一百万玄币 开什么玩笑 抢钱呢 这段剑确实不一般 剑威灵力浑厚 玩好时应是超越极变品阶的宝兵 但他如今终究是破损了 就算里面有曾经强者留下的剑意 可相助剑修精进剑道 但也不止百万玄币啊 就是啊 许多人只值点点 朋友 可否便宜点 五十万玄币 我要了 一个一招华贵的中年人道 黑袍人声音沙哑低沉 一百万 分文不少 华贵中年看了眼那断剑 摇了摇头 走开了 他虽想要那柄断剑 但是 一百万玄币却着实是有些贵 不值得 墓北这时目光落在那柄断剑上 这柄断剑的威能确实不剩多少了 但 剑威的志确实十分不俗 很纯净 可用来强化赤黄剑 能让赤黄剑的剑威精纯一解 他走过去 看着黑袍人道 这断剑我要了 他直接取出一百万玄币递给黑袍人 黑袍人收起一百万玄币 起身将断剑递给墓北 而后转身便走了 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墓北收起断剑 也转身离开 这还真有人花一百万玄币买 有钱 一些人议论 墓北三人继续朝鬼室内里逛 就在这时 一道光从墓北的那界中冲出 朝远处击射而去 速度非常快 正是那柄断剑 谈水水怒道 剑上被动了手脚 这是黑痴 墓北却是不急 跟上去 他招呼两女 朝断剑的方向追去 断剑的速度极快 一般的慌亡镜强者都追不上 但 他修有轮回步 速度可比普通慌亡镜强者快很多 带着两女一起移动 稳稳地跟在那柄断剑后 很快 三人来到一处昏暗巷子 就见巷子中站着一个兽子 兽子身着黑袍 正是方才卖剑那人 此时 断剑落入兽子手中 兽子黑黑一笑 收起断剑刚准备离开 便就迎上一道金色剑气 兽子一跃避开 金色剑气将他方才立足的地面 斩出一条剑痕 跑得了 墓北走上去 兽子瞳孔萎缩 他以秘术操控断剑 速度可是非常快的 墓北居然能追上来 嗖嗖嗖 这时 六道身影相继落在他跟前 看上去 你这边是搞定了 我们也搞定了 走 换个地方继续 为首的魁梧中年道 兽子道 前世到手了 但 人追来了 他指向墓北 又人都是目光围动 他们以相同手段 可是黑吃了许多人 连一些荒王镜强者 都未曾追上过 太荒镜的墓北居然追了上来 兽子看着墓北 阴侧侧地道 小子 麻溜地滚 否则 后果自负 他这话落下 身后的一个男子站出来 不能放过他 否则 这是可救暴露 兽子点了点头 道也是 说着 他持着断剑走向墓北 我的失误 我来解决 他持着断剑走向墓北 一股棒驳气势豁然涌出 荒王镜 下一刻 他一晃消失 出现在墓北跟前 持着断剑便是一盏 墓北不闪不闭 唯有目光围动 无量冰点 随后 兽子手中的断剑忽而抖动 扑斥一声灌入兽子胸膛 啊 兽子惨叫 口中喷雪 一个亮枪摔倒在墓北跟前 墓北一脚踩下 落在对方脑袋上 哼 兽子的脑袋四分五裂 血水混合脑浆一起流出 回无中年等人脸色一变 随后 脸色齐齐变得争鸣起来 你竟敢杀我捉猎傭兵团的人 第一时间 六人同时拔出一柄宝剑 这些剑都有破损 威能不胜多少 但 散发出的剑威却很纯净 且 其上都有强横的剑意残存 户北笑起来 转了 虽然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寻到的这些剑 但 这些剑的剑威却都不比那断剑差 加上断剑 七柄同等的剑合在一起 可令赤黄剑的剑威纯净和提升许多 杂碎 还敢笑 宰了他 以魁梧中年为首 六人同时动了 瞬间将墓北笼罩 各个都是荒王境界 墓北丝毫不惧 换出赤黄剑 直接便是一剑斩出 太须死神剑 坑 剑名争争刺耳 这是他目前最强的剑技 一剑斩出 虚幻剑意在即便品级的赤黄剑增持下 瞬间将六人全部拉入真实幻境 一时难以挣脱 埃陆北的剑力则是到了 转眼间落在六人身上 啊 六人惨叫 同时横飞 其中稍微弱些的五人瞬间惨死 只剩下魁梧中年勉强活下来 饶 饶命 只要你不杀我 我 我把身上所有宝贝都给你 魁梧中年惊恐地朝墓北道 怎么也没想到 今日会踢到这般铁板 墓北看着他 杀了你 你身上的宝贝也是我的啊 魁梧中年哆嗦 而后脸色一凝 你 刚道出一个你字 墓北出现在他身后 一剑将他脑袋斩下 第595章 萧萧响暖床 真的好强啊 弹水水双眼发光 七个荒王竞强者 依旧是被墓北转眼间就给解决 太厉害了 墓北收起七人的那剑 简单一扫 七人的那剑中居然还有几柄不错的剑 这些剑虽然都是破损了 但剑威都很纯 能让赤黄剑强很多 除了这些剑外 还有其他一些玄碧 宝丹和灵药等 总的来说 价值不俗 不错 他很是满意 收起这些东西 他招呼紫萧萧和潭水水离开 三人继续逛鬼市 又看中了一些不俗的东西 渐渐的 天色更暗 以致害时 三人来到都城最好的酒楼 墓北要了两间房 他一间 紫萧萧和潭水水一间 谈水水看着墓北 其实 一间就可以了 真的 紫萧萧又羞又气 水水 墓北哭笑不得 三人各自回到房间 墓北第一时间 将从捉猎佣兵团得到的那些剑取出 让赤黄剑吞纳 很快 赤黄剑将这些剑的剑能剑力 全部消化 剑威提升了一大截 品级也提升了一截 威能方面 强了大约三成 墓北满意的一笑 提升三成威能 这算很不错了 收起赤黄剑 他又将那口葫芦取出来 白日十分没有研究出什么 这个时候 他继续研究 不过 研究了半个时辰后 却依旧没有什么实质收获 只在发现瓶塞无法拔洞外 于葫芦底部发现了一行一文 这一文非常奇特 大概是某种字体 但 他却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字 完全看不懂 老黑 你看得懂不 他问黑麒麟 黑麒麟认真观摩 随后摇了摇头 墓北有些失望 黑麒麟这等曾经的思维天顶 居然都看不懂这一文 不过 这却让他更加坚信了 这口葫芦的不一般 绝对很惊人 好好放着 以后必定会有妙用 对了老黑 你现在什么修位了 他问黑麒麟 黑麒麟到 快抵达涅槃境了 墓北京到 厉害啊 从当初修炼腰地久转到现在 可是没过去多久时间 这速度可真快 黑麒麟翻白眼 快啥 本王可是重修 路已经走过一遍 如今重新走 完全是轻车熟路 在不用寻找修炼资源的前提下 本王一直在修炼 这速度算是非常慢了 说着 他双眼发亮 有些兴奋 不过 你师父给的那部功法当真是厉害 放在同境界里 如今的本王 至少是曾经的五倍强 这足可称是一种惊天的超越 使得他再次为墓北师父的强悍而惊悚 真不知墓北那师父是从哪里寻得这等功法 就他所知的那些思维要修法门 没有一步能与妖地久转相比 天差地别 墓北哈哈一笑 再加把镜 等你把修为提到与我一个高度 咱们真正可以并肩作战了 黑麒麟大笑 放心 很快的是了 说着 他直接在一旁修炼起来 墓北笑了笑 也盘膝而坐 参悟百结杀阵 一个时辰后 他停下来 对百结杀阵的掌控和理解比之前更强了 他将从侯经那里得到的精玉取出来 克阵 将完整的百结杀阵 克于精玉上 他秉息宁神 金色神力缭绕指尖 运转天一阵点刻落 不多久 他额头上便是生出一滴滴汗珠来 精玉只有成年人头颅般大 要在这么一小块精玉上 刻画出阵纹繁琐的一座百结杀阵 难度系数太大了 且 更别提在刻印的过程中 还得随时把控好精准的力道 若是力道没有控制好 一个不小心 这精玉可就坏掉了 这比在地面和虚空上刻阵 难了千倍万倍 他更加认真的刻印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直到天色放亮的那一刻 他终于将完整的百结杀阵刻于精玉上 呼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他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诶 是真的累啊 不过 当看着手中带有百结杀阵的精玉 他却又笑了起来 诶 归类 但是 很成功 有这么一块带着百结杀阵的精玉 他可随时随地杀及变境下任何人 他小心翼翼地收起这块精玉 简单洗漱了下 门外响起敲门声 墓北打开房门 紫潇潇和潭水水站在门外 公子 可曾打扰你了 紫潇潇到 墓北笑了笑 没有 不必客气 潭水水笑嘻嘻地道 独守空房有没有很寂寞 其实 潇潇昨夜很想过来为你暖床 就是不好意思开口 紫潇潇顿时仗红了脸 修脑道 你乱讲 我没有 墓北哭笑不得 这两位 一个知书达里田净可人 一个却是热情奔放娇阳似火 着实是两个巨大的反差 紫潇潇气地掐了潭水水一把 两女轰冒了会 潭水水对墓北道 走吧 咱们出发 堵石去 葵石不可见类里的石之东西 挑选葵石 也被称作是堵石 三人走出酒楼 不久后来到一座壮阔的庄园前 葵望房 这是鹏族与此开设 是这都城最大的葵石售卖处 从石掘禁地运出的葵石料 就在这里 据说 为了运出那对葵石料 鹏族死了不少高手 而那葵石料 还仅仅只是从禁地的边缘区域运出 潭水水道 石掘禁地 真的很凶险 三人走入葵望房 而这时 葵望房内已是聚集了许多修士 而且 还有源源不断的修士赶来 不少人一着华丽 气质不俗 自石掘禁地那等兄弟运出的葵石料 绝对不一般 引得许多修士慕名而来 葵望房一共分为三重院 每一重院子都是非常宽敞 占地面积极大 这其中 第一重院摆放售卖的是普通葵石 第二重院是精良葵石区 第三重院是真品葵石区 所放的葵石 价格一重比一重高昂 而自石掘禁地运出的葵石料 便被放置在第三重院内 将在今日正午时分开售 距离正午时分还有一个多时辰 我们先在外面两重院挑选一些葵石吧 木大哥你看如何 谈水水温木北 第596章打的你叫娘 我都行 木北笑道 好乐 谈水水顿时一副蠢蠢欲试的模样 接下来 木北陪着两女在这第一重院和第二重院里闲逛 紫萧萧很甜静 对赌石不感兴趣 谈水水却是一副好奇宝宝的模样 在这块葵石上摸一摸 那块葵石上敲一敲 一副认真探索的表情 静谈的 看中了再买 乱摸什么 我可不想待会挑中一块葵石是被你碰过的 晦气 一道戏谑声响起 不远处 一个黑群女子走来 身旁跟着一个滑袍男子 赫指 赫家的人 赫家与水水的家族不对付 赫指每次遇到水水都要挑衅刁难一番 他旁边那人叫鲁帮 鲁家的一个少爷 经常出入都城 对葵石一道小友研究 紫萧萧对木北道 木北点了点头 这时 谈水水看向赫指 我当时哪只小旺才在叫唤 原来是你啊赫指 可是骨头没啃饱 巧了 我这正好有一根 你要不 他小手一晃 一根肉骨头突然出现在手中 木北 好家伙 你居然随身带根肉骨头 若说这不是特地为赫指准备的 打死他都不信 谁没事带根肉骨头在身上 附近 众人听着谈水水的话 见他真取出了一根大骨头 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画面着实有些逗 赫指顿时脸色一沉 冷笑道 低级东西 与你那短命朋友慢慢逛吧 真希望他的短命运能传染一些给你 他撇了眼子萧萧 木北无语 这女人还真是刻不恶毒 人子萧萧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 什么话也没说 你刺人子萧萧伤痛处干嘛 谈水水瞬间省下脸 一步便他到赫指跟前 一耳光甩在他脸上 他 这既耳光可不清 声音响亮极了 令得赫指横飞三丈多远 赫指站起来 尖声叫道 谈水水 他癫狂地扑向谈水水 谈水水迎着而上 转眼与赫指互殴在一起 两人修为相当 不过 谈水水明显要强一节 处在绝对上方 此三八 撕烂你的嘴 谈水水一脚将赫指踹翻在地 一个耳光又甩在赫指脸上 随赫指一起来的鲁帮抬手 一团神光浮于手心 就要甩向谈水水 已是这时 木北出现在他跟前 掐住对方手腕 令对方手心的神光瞬间湮灭 女人打架 你插什么手 老实带着 鲁帮冷烈道 滚开 他周身气势一荡 荒王初期 木北体内 赤黄剑的剑气卷出 瞬间震碎鲁帮散发出的气势 鲁帮脸色微变 一瞬不瞬地盯着木北 太荒境的木北 居然震散了荒王境的他的气势 将他压制住了 这怎么可能 哼 一道闷响传出 鹤指被潭水水一脚踹飞九丈远 撞在一根竹子上 潭水水指着他 死三八 再赶嘴剑 打得拟叫娘 鹤指披头散发 装弱癫狂 想再冲上去 却终究是忍住了 打不过 冲上去打 依旧是自取其辱 愿毒地看了眼潭水水 他一转身跑了 今日丢脸丢大了 就算非常想看看 那批自食觉 禁地内运出来的魁石 也不想继续留在这里了 木北扫了严鲁帮 松开对方的手 走向紫潇潇和潭水水那边 紫潇潇拉着潭水水 谢谢你水水 潭水水搂着他道 咱俩谁跟水啊 与我说什么谢 不许说谢了 再说 我捏你大汹汹 木北厅的想笑 这位水水姑娘着实够奔放 紫潇潇红了脸 他呃了声 用额头蹭了下潭水水漂亮的脸蛋 道 我现在已经好了 以后再有人这么说 不用生气了 潭水水挠了挠后脑勺 也是哈 忘记这事了 他笑起来 木北站在一旁看着 老实说 这两位的友情还真不错 不是亲姐妹 胜似亲姐妹 这时 他感觉有冰冷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偏头看去 就见那鲁帮阴冷地盯着他 扫了对方一眼 他并不怎么在意 接下来 他陪潭水水和紫潇潇 在第一重院和第二重院逛了许久 两重院子里 魁石有许多 最小的只有成人拳头班大 最大的足有小房屋那班大 价格根据成色而不一 魁石隔绝神石和神力探测 许多人通过观摩成色品箱等诸多痕迹 来判断一块魁石内是否有好东西 但 木北却不这样 他直接看 修行破旺神眼 魁石那等隔绝神石和神力探测的属性 压根影响不到他 他扫过两重院落 九成以上都是空石 里面没有任何具有价值的东西 只有为数极少的一些魁石内有具备价值的宝贝 但 这等价值对他而言却不高 甚至可以说没用 他懒得挑选 指点谈水水和紫萧萧选了几块 两女现场请切实师傅打开魁石 其内都有些不俗的宝贝 有养神的奇遇 有珍贵的医药种子 有特异的灵源 引来不少人观望 这 厉害 许多人一脸惊讶和羡慕 就连切实的师傅都感慨 称两女的气韵太好了 唯有紫萧萧和谈水水两人自己清楚 这些魁石都是沐北帮他们选的 沐大哥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难道能直接看到里面有宝贝不成 谈水水崇拜的道 沐北笑了笑 运气罢了 第三重院开了 这时 一道激动的声音响起 众人一窝蜂朝第三重院冲去 沐大哥 我们也去吧 谈水水道 沐北点了点头 当下 三人随众修士一起 踏入第三重院 第三重院比前面两重院子更加宽敞 就见院落中心处成堆地摆放着万余快葵石 这些葵石明显与前面两重院的葵石不一样 葵石表面缭绕着丝丝缕缕的朦胧光辉 似带着一股魔性气息 令许多人眼晕目眩 沐北第一时间眸光围动 盯住其中的几十块葵石 这几十块葵石中 有极品层次的精玉 体积很大 价值无量 有锻造宝兵力气的超凡矿铁 一旦出事 可引起巨大轰动 有超出玉品层次的宝瑶根莖 生机棒薄 光辉琢目 自时觉尽地运出的葵石 万余快都在这了 无论大小成色 一律按一块十万玄币算 葵望房的一个负责人开口 第597章最有应得 花 众人哗然 十万玄币一块 这是不是太贵了 就是啊 怎卖这般贵 开什么玩笑 许多人皱眉 就连潭水水这样的大家族子弟 也不油颜秤价格有些高了 毕竟十万玄币可不是直接用来买宝贝 而是赌石 赌石 种在一个赌字 且能赌到的代率非常低 在这等情况下 一块葵石卖十万玄币 着实有些昂贵了 正常的葵石 可也就才数百玄币到千余玄币这个区间 如今 突然来个十万玄币一块 着实是有些夸张 就好比 十万玄币买一块一种零元 许多人眼皮都不会眨一下 毕竟 一种零元是实打实地看得见目的着 但花十万玄币去开一个盲盒 里面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 这个 大部分人可就不愿意了 葵望房的负责人安抚众人 道 诸位稍安物造 你们得知道 这些葵石是自实觉禁地运出 它们中内运珍宝的概率远比普通葵石高 且 一旦出现珍宝 那么 级别也远非普通葵石可比 另外 诸位当也是听说了 我彭族为了运出这批葵石 折损了不少强者 损失惨重 因为我族的强者们看出了这批葵石非比寻常 必含诸多珍宝 这种种因素结合起来 十万玄币当真不贵 负责人道 听着这话 许多人倒是沉默 按照这般说起来 十万玄币一块 倒也确实算是比较合理了 不过 这一时间 还是没有人动 毕竟 感觉合理归感觉合理 可十万玄币买一块葵石 这却当真极不划算 这时 鲁邦看向墓北 淡淡地道 舍不得花钱便出去吧 待会可莫要看得流口水 那可就不好了 墓北扫了他一眼 这人被他拦了一下 智商下降了 或是智商本来就不高 说这话跟小孩子似的 他懒得搭理对方 问魁望房的负责人道 可以选了 负责人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 墓北道 我要那块 那块 那块 他一一点出五十块葵石 众人目光围动 十万玄币一块葵石 一出手便买五十块 真舍得 那可是五百万玄币啊 鲁邦脸色微沉 本章未完 请翻页 他刚讽刺完墓北 墓北便买下五十块 他冷哼一声 上前挑选 足足选了一百块葵石 爱后挑衅地看向墓北 墓北懒得搭理他 回望房的人很快 为他送来选中的五十块葵石 他付了五百万玄币 而后将五十块葵石收起来 他并不打算在这里切 这五十块葵石中 可是有不少惊人的好东西 没必要引起轰动 你们也选几块吧 他指点子潇潇和潭水水选了几块葵石 两女现场切开 里面都有不俗的宝贝 价值远超数十万玄币 不过 却也不至于引起大轰动 一时间 不少人都开始买石 见到别人开出宝贝 许多人心里洋洋起来 走嘛 墓北问子潇潇和潭水水 他已破望神言扫过 万余快葵石 有高价值宝贝的数十块葵石 都被他买下 后续的葵石 里面没有好东西了 听公子的 子潇潇到 潭水水也没意见 三人便是朝外走去 站住 一道声音响起 鲁邦看向墓北 所有人都现场切实 就你要带走 懂不懂规矩 墓北看向葵望房卖石的 那个负责人 你们有规定 买下葵石后 必须在你们这里开 负责人道 这倒是没有 不过 现场开始是赌石借不成文的规矩 墓北于是不再说什么 招呼子潇潇和潭水水离开 既然是不成文 那么 实际上便没这个规矩 鲁邦脸色阴沉 从头到尾 墓北里都未曾理他一下 完全就是看不起他 有娘生没娘叫的东西 他森冷道 墓北止步 或得看向他 鲁邦冷冷的道 不服气 就你这形式作风 你娘也必定不懂什么叫做人 不会是什么好货色 叫不了你什么 子潇潇怒了 刚想说什么 墓北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出现在鲁邦跟前 猛的一拳轰出 这一拳出 爆发一阵剧烈轰鸣 如同神界的战鼓被雷响了斑 鲁邦脸色一变 臂无可臂下 双手交叉格挡 本章未完 请翻页于身前 下一刻 墓北的拳头落在他双臂上 咔 骨头碎裂的声音顿时传出 鲁邦双手骨头粉碎 砰 一声嫩响 在这拳下 鲁邦横飞二十多丈远 大口喷雪 这时 墓北已是又一次动了 情智更强的赤黄剑被他唤出 瞬间出现在横飞出去的鲁邦跟前 猛的一剑劈下 此神一剑 鲁邦刚站起来便迎上这一剑 顿时面露惊恐 蛀 赤黄剑携带死亡剑翼和霸道剑力一化而过 瞬间将他脑袋劈为两半 众人齐齐变色 鲁邦 鲁家的一个少爷 居然这般被墓北杀死 太大胆了吧 且 有人发现了另一点 那鲁邦可是荒王静初期修为 而沐北却只是太荒静而已 太荒静顺杀了荒王静 这 骇人听闻 他那饼剑不简单 有老被强者盯住赤黄剑 眼中流露惊涩 察觉到了赤黄剑的强悍 沐北收起赤黄剑 转身离开 紫潇潇和潭水水连忙跟上去 已是这时 一个灰袍老者拦在沐北跟前 冷冰冰地道 在我魁望防杀人 你胆子倒不小 紫潇潇站出来 指着鲁邦的尸体道 是他辱骂公子的母亲在先 最有应得 骂人不骂娘 在他看来 辱人母亲是非常过分的事 对很多人而言 母亲可是底线 不错 那混蛋最有应得 潭水水道 灰袍老者微微皱眉 沐北的身份他不清楚 但紫潇潇和潭水水 他却知道 来历都不简单 尤其是紫潇潇 玄灵格的核心人物 身份很不俗 鲁邦是鲁家的一个少爷 鲁邦在魁望防被杀 他本想擒拉下沐北 之后好给鲁家一个交代 可如今 紫潇潇和潭水水 都这般护着沐北 他不知当不当动手了 这时 一个黑袍老者出现在他身旁 传音道动手 根据传闻 他名沐北 此前在银州城与树时 单行对赌 与之后得了数万亿悬臂 拿下他 那些悬臂都会是我们的 第598章 你说罢手就罢手 灰袍老者动容 数万亿悬臂 一时间 他眼神变得热切起来 数万亿 这简直是比天文数字 紫姑娘 谭姑娘 请两位退开 看着紫潇潇和潭水水 灰袍老者道 他在我魁望房残杀鲁家公子 这件事 他必须付出代价 否则 我魁望房日后还怎么做生意 紫潇潇和潭水水 想说什么 被沐北指住 道 你们去外面等我 紫潇潇危急 道 公子 这两人 无妨 去吧 沐北对他道 眼前这两人 都是朽离境界 他感觉得出来 不过他无惧 紫潇潇和潭水水 见他这般镇定自若 想着他的种种惊人手段 便也就点了点头 公子小心 紫潇潇到 和潭水水走出魁望房 魁望房内 众人齐齐看着沐北这边 许多人摇了摇头 沐北镇定归镇定 但终究只是才太荒境修为 面对两个朽离境的强者 还能翻得起什么风浪来 没可能的 灰袍老者和黑袍老者 看着沐北 黑袍老者道 乖乖束手就擒 你可少吃一些骨头 沐北看着两人 我的气还没全消 你们撞上来 正好 灰袍老者和黑袍老者 琪琪一笑 黑袍老者道 太荒境而已 你以为 能养账宝冰杀一个荒王 初期修饰 便可与朽离 他话还没说完 沐北换出那块百结杀阵金玉 直接开启 轰 金玉融化 青刻间 密密麻麻的阵纹扩散开来 转眼覆盖住 方圆百杖的空间 百结杀阵顺程 一道道恐怖杀光 第一时间浩荡而出 令方圆百杖范围的空间 化作一片绝杀的海洋 所有人变色 灰袍老者和黑袍老者 瞳孔皱缩 墓北竟然随身携带 有这等东西 可有大杀阵的精玉 这一刻 显化出的这等杀阵 那杀威太害人了 纵然是他们这等 朽离境的强者 也感觉到了死亡威胁 几辈都不由得冒寒气 黑袍老者审声道 年轻人 老夫劝你收起杀阵 不要乱来 我爱人分别为此地 房主和副房主 而此地乃我彭族开设 我彭族有极变境 强者坐镇的 你若胆敢 他话还没说完 墓北抬手一点 轰隆 杀阵轰鸣 一片杀光如骇浪般 卷向对方 黑袍老者惊悚 一声狂吼下 猛地轰出一拳 霸道权硬逆空而上 只是 这权硬虽然霸道 但在百截杀阵之下 却是不堪一击 瞬间便被撕裂 随后 一片杀光落在 黑袍老者身上 撵碎对方半边肉身 啊 黑袍老者惨叫 血流不断 墓北一甩手 又一片杀光落在 对方身上 扑 黑袍老者肉身炸开 当场惨死 这一幕看得众人惧颤 回望房的房主 一个朽离境巅峰的强者 居然一瞬间 就被墓北杀了 这恐怖 处在这等杀阵中 这些人也是惊恐不安 生怕墓北牵连到他们 他们倒是想跑 可杀阵已经形成禁锢圈 压根跑不出去 哎呀 灰袍老者 这个时候更是止不住地发抖 小友 这中间有误会 罢手可好 老夫发誓 之后必定向家族谏言 绝不针对报复你 他朝墓北抱拳道 黑袍老者比他强一劫 却转眼间被墓北斩杀 他知道 自己如今是绝对斗不过墓北的 只能求饶 求饶才有机会 先保住性命 再谈其他 墓北看着他 你说罢手就罢手 话落 直接便是一片杀光卷向对方 灰袍老者惊慌 第一时间换出一把宝兵 施展全力迎上这杀光 转眼 两者碰撞在一起 咔 灰袍老者全力施展出的宝兵被震碎 而后整个人暴露在杀光下 碰得一声横飞十几丈 浑身遍布裂痕 蹊跷一血 他又惊又恐又害 住手 小友 请住手 这一刻 他后悔了 后悔对墓北动手 墓北不与他说什么 一片杀光瀑布豁然形成 静止将对方淹没 啊 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出 灰袍老者肉身炸开 当场惨死 众人又是聚颤 许多人止不住的发抖 一开始 本以为是墓北完了 却不想 结局会是这般 回望房的房主和副房主 居然转眼就被载了 墓北挥手 收起挥袍老者等人的纳戒 意念为动 百截杀阵一抖 轰 沙光浩荡 沙伐气势席卷而开 瞬间将三重院落阵列 他目光落在一个魁望房 执事身上 此地存放宝贝和钱款的地方 在哪里 这个执事又惊又怒 盯着墓北道 该死的 你竟敢这般所为 我鹏族绝对不会放过你 墓北抬手一点 一片沙光将对方淹没 这个慌亡静的执事 瞬间脑袋飞起 他看向另一个执事 存放宝贝的钱款的地方在哪 这个执事面带愤怒和仇恨 死死盯着墓北 下一刻 一片沙光落在他身上 啊 这个执事惨叫 刹那间惨死 存放宝贝和钱款的地方 在哪 墓北看向另一个执事道 这个执事战战兢兢 不敢隐瞒 当下详细到来 墓北照着对方的话 很快来到魁望房 最深处的东边角落 这里有一间密室 上面有封禁阵文 需要特殊的解针钥匙方可开启 这阵文级别挺高 不过 对于他而言却并不算什么 很快便解开 顿时 一片纯白光辉映入眼帘 就见密室中有数十块金玉 最差八品级别 最高级品层次 体积都比较大 直径都在一尺左右 价值非常高 其中的钱款 他大致一扫 有一千多亿悬币 算是很多了 他一挥手 将这些金玉和悬币全部收起来 随后 他走到密室的一个角落里 这里的一张巨石桌子上摆着一块 魁石已经开了一小半 感觉上 英式方才那个黑袍老者正在开石 在听到第三重院的动静后走出去 中断了切石 Ian摆放到这里的魁石 必不简单 他不用睁开破望神眼也知道 当下走过去 继续开石 开石不难 很快 他将这块魁石打开 就见其内是一块婴儿拳头斑大小的雪红石块 如同生灵的心脏斑 时不时跳动一下 每跳动一下都有血色光辉弥漫 宛若是一块有生命的血色玛瑙 十分美丽 第599张着实是够无聊 目被瞳孔萎缩 这如玛瑙状的石块 表面看上去十分美丽 感觉不到任何特殊波动 普通人只会将之当作一块不俗的一种宝石 但 掌控有葬龙精的他 却是瞬间认出这东西 吞心圆 美丽的外表下 这东西凶险异常 它是由无尽地脉杀力凝聚而成的死亡之源 内运恐怖的毁灭之力 一旦炸开就算是万通镜的强者也不一定能抗住 下一刻 看着这东西 他笑起来 宝贝啊 这东西握在手中 等于掌控着一宗可威胁到万通镜强者的大杀招 当下 他施展龙纹 将这东西包裹住 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爱后 他离开密室 在一众人畏惧害怕的眼神中走出魁望房 紫萧萧和潭水水一直等在外面 见他走出来 立刻迎上来 公子 您没什么事吧 紫萧萧关切地问道 方才 他和潭水水听到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动静 有十分可怕的气息从里面传出来 离世 沐北笑道 心头的气出得差不多了 已是这时 他瞳孔微缩 获得看向城外西北方向 方才 原始见动了 感应指指西北方向 那里 有道元现世 你们先回银州城 我有点是耽搁下 他对紫萧萧和潭水水道 一晃消失 化作一道光朝西北方向冲去 他速度很快 转眼便冲出都城 一路朝西北方向玉空而去 很快 他行过十余里 来到一片植株充裕的老林中心 隔着千丈距离 他看到 前方的地面坍塌了 露出一角地底世界 隐约间可以看到下方苍茫的环境 有沙尘风暴在肆虐 就算是推演的还真准 这都城附近 还真露出了这么一方地底世界 这数算一道神鬼目测 就算是也算此道佼佼者了 就算是称有便必定有 而且就算是称附近有片地底世界 不已经是算准了吗 也是 一群修士围在坍塌的地方 十三人 最差孽荒境 最强荒亡境 守好这里 莫让其他人靠近 门主很快便到了 少门主被杀 门主已已然处于暴露状态 若是出了一丝岔子 我等怕是都难活命 为首的黑袍中年沈声道 其他十二人点头 若我们能抓住杀害少爷的那人 将之献给门主 必定有大伤 这不废话吗 不过 那人能杀少爷和随行那两位 实力是很强的 那又如何 能有咱们老大强 咱们老大的实力 在朽离境下无敌 那人若是出现在老大跟前 片刻就能被老大镇压 这些人议论 看下为首的黑袍中年 听着下属们议论 黑袍中年叹了口气 道可惜了要镇守此地 否则 我还真想去寻那大胆的东西 将他镇压下来 这时 一道身影落在跟前 墓北从千丈外到了 十三人齐齐钉向墓北 而后各个动容 是你 这些人认出了墓北 昨日十分 墓北斩杀猴精 此时已是传开 黑袍中年笑起来 当真是老天带我不薄 你居然主动跑到了这里来 他走向墓北 一晃便出现在墓北跟前 一把扣向墓北 放下 我不会杀你 不过 稍后在门主那里 你会死得非常惨就是了 墓北一拳轰出 与对方的一爪撞在一起 咔 鼓碎的声音传出 黑袍中年五指断裂 蹬蹬蹬后退 老大 其他十二人动容 他们的老大 可是在朽离境下无敌的 如今一个交锋 居然就被墓北震退 黑袍中年稳住身形 脸色顿时猙獰起来 小杂毛 肉身倒是不错 当着十几个下属的面被震退 这着实有些丢脸 这事耻辱 轰 棒国神能冲销而起 带着浓烈的雪杀气息 一声低吼 他身后出现一尊凶兽虚影 随他一起而动 杀向墓北 气势射人 给老子死 他立声道 这个时候已不想留墓北一命了 杀了墓北 也能领功 墓北面不改色 换出赤黄剑猛的一批 太虚死神剑 这是他目前最强的剑技 此剑一出 瞬间将对方卷入一方真实幻境 令得对方跟前出现一口吞天那地的毁灭性黑洞 黑袍中年顿时瞳孔皱缩 猛地止住身形朝后退 而后 却又转眼发现了一场 不对 幻境 他一声低吼 挣脱出幻境 不过 才刚挣脱出来 便迎上墓北的霸道建立和死亡建议 连闪避都来不及便被斩下脑袋 老大 其他十二人大害 墓北看向十二人 十二人齐齐一颤 其中一人立声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我们门主马上就到了 你 你现在应该逃 否则 必死无 他话还没说完 便被一道金色剑气贯穿眉心 当场惨死 这威胁 着实是够无聊 墓北道 看下剩下的十一人 十一人又惊又恐 齐齐朝远处逃离 墓北死亡剑一一斩 配合赤黄剑斩出密密麻麻的剑气 将十一人同时笼罩 转眼便是十一颗头颅飞起 全灭 不愧以赤血黄金锻造的剑 吞噬宝兵无限成长 如今居然能让你跨越两个大境界轻松杀敌 厉害 黑麒麟感慨 而后道 当然 主要还是你自己厉害 毕竟 此剑是你锻造 也是你将它淬炼到这般程度 墓北哈哈大笑 别这么直白地夸我嘛 我会骄傲的 黑麒麟 墓北将黑袍中年等人的那届收起 而后从坍塌的地面缺口处一跃而下 没入下方的地底空间 就他跃入地底后不多久 数十道身影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赶来 一眼便看到了坍塌地面下的地底空间 也看到了黑袍中年等人的尸体 这是通古门的人 怎会死在这里 这一脉向来霸道 当时发现这里的一变后想独占 不允许其他人靠近 与人发生争执后被杀 杀他们的人 应该已经到地底了 我们也赶紧去吧 否则 数十人朝地底而去 不过 才刚动 一片灵力刀器斩在跟前 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瞬间被刀器劈中 当场炸开 后面的人聚颤 齐齐止步 不远处 十几道身影凌空而来 为首的是一个满袍中年 数十人瞳孔咒缩 通古门门主 猴霸 即便竞强者 猴霸身后 一个雪袍中年盯住数十人 冰冷地道 你们当真好大的狗胆 竟敢杀我通古门的人 挨到此地的第一时间 他们便发现了黑袍中年等人的尸体 不是 我们刚到 来的时候这些人便死了 不关我们的事 对啊 数十人连忙解释 他们可惹不起通古门 却袍中年眸子威宁 看上去 这些人倒不像是说假话 他看向侯霸道 门主 看上去 倒确实不是他们所杀 真正的凶手应该已是进入下方的地底世界了 说着这话 他看向那数十人 这些人是驱散 还是 侯霸眼中交织兄弟之光 朝地底空间迈步而去的同时 刀器奔腾席卷 瞬间将数十人淹没 啊 数十人惨叫 其其被刀器撕裂成碎片 血水泵剑 下一刻 侯霸没入地底 自始至终 一个字未提 对此 雪袍中年等人知道原因 嫡子侯经被杀 门主正处在暴力中 雪袍中年吩咐同来的其他人 你们镇守住这里 谁敢擅闯 杀 是 左使 其余十几人到 雪袍中年点了点头 跟在侯霸身后 跃入地下 第六百张葫芦皮也太厚了吧 地底空间 木北此刻已深入地底空间很远 这片空间 灰色沙尘漫天 飓风呼啸刺耳 其中像是存有凶兽般 照着原始剑的感应 他一路朝着地底空间西北方向而去 大约半个时辰后 前方出现一团拳头大的光团 湿湿燃飘在空中 散发纯粹耀眼的光辉 道元 木北面色微喜 第一时间上前 将道元收起 第一时间 道元没入他体内 被原始剑吸纳 随着他收起道元 这片地下空间内的狂暴沙尘 已是变得平缓起来 微微一笑 木北往回走 原始剑已经反馈了不少元力 离开这个地方后 找个安静的闭关炼化 能让他的实力提升一节 道元元力 除了不能让他提升修为外 其他方面都有不俗的作用 很快 他走出千余帐 这时 面对走来两道身影 一个蟒袍中年 一个雪袍中年 两人身上 都有通谷门的教辉 木北停下脚步 木光落在蟒袍中年身上 这个人 他还是知道的 通谷门门主 侯爸 来得还真快 之前倒是听说了 对方正在赶来 没曾想 他刚取道道元没多久 对方便出现在了他跟前 冤家路窄啊 是你 雪袍中年面色阴寒 杀意顿时蹦见 就是眼前这人 杀害了侯精 这时 侯爸已是双目赤红 满脸暴力和猙獰 本准备取道此地道元后 再亲自去追踪捕杀木北 没曾想 在这里遇上了 杂种 老子要将你抽筋 把骨刀刀碎尸 必要你生不如死 轰 即便静的神能 豁然冲起 笼罩方圆百丈空间 木北第一时间 感觉到了压力 仿佛是一颗星辰 将要坠落在他身上 没有犹豫 他手中出现一块 玛瑙状的红色石块 吞心猿 吃我一记毁灭暗器 他猛地将吞心猿 甩向猴霸 羞 在他强横的力道下 吞心猿击穿空间 瞬间来到猴霸跟前 猴霸面目猙獰 一把便将吞心猿握在手中 这时 木北单手节龙印 设置在内里的龙纹顿时启动 随后 轰 吞心猿炸开 震耳欲聋的轰鸣响彻八方 惨叫声也随之响起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自原地腾起 烟尘滚滚 碎实力四下飞溅 当空间稍微恢复了些许光亮后 原地出现一口巨大的深坑 直径足有三十多丈 深坑底部 猴霸四肢尽碎 浑身遍布裂痕 不住的惨叫 这离他比较近的雪袍中年 虽然没有他那般凄惨 却也是一副重伤垂死的模样 木北一跃落在猴霸跟前 你看你 我都提醒你那是毁灭暗器了 你居然直接给他握住 完全不相信我 这有意思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黑麒麟 猴霸更是又惊又怒 面目猙獰的盯着木北 你这木北抬手一点 一道金色剑气击射而出 扑斥一声将对方眉心贯穿 门主 雪袍中年大嗨 木北看向他 雪袍中年嘶吼 你这卑鄙的东西 你搞偷袭 木北看着他 你这人 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明明说了那是毁灭暗器 如此光明正大 你居然污蔑我是偷袭 过分了哈 雪袍中年面色铁青 你刚道出一个字 一道金色剑气将他脑袋斩下 木北收起两人的那剑 神识探入一扫 顿时眼前微亮 两人的那剑中 好东西可争不少 尤其是侯霸的那剑里 各种修炼资源十分丰厚 悬避过千亿 且有十几剑集变品阶的宝兵 这十几剑集变品阶的宝兵 其中有五剑式极品层次 足可让赤黄剑再次壮大 提升到集变品阶最巅峰 这时 他在侯经那剑的角落里 发现一本枯黄古籍 取出一看 上面是一个个奇形怪状的译文 而这些译文 每一个译文下都有当代转字 看上去 这些转字明显是侯霸研究古籍时写上去 当时那些译文的翻译 看着这本古籍 目北顿时目光微变 这古籍上的译文 与那口葫芦底部的译文极为相似 分明就是同一种文字 他连忙取出那口葫芦 照着葫芦底部的译文搜寻 一一在这本古籍上寻了出来 再对照侯霸在每个译文下的注解 他知道了葫芦底部的译文是什么意思 葫芦你好帅 他念出来 而后沉默 黑麒麟都不由得已愣 这个该不会是催动他的气颜吧 目北想了想 道可能性很大 哎后 一人一兽都是一副蒸蒸然的表情 他们早就发现 葫芦不是人为锻造 是自然孕育而成 哎卡底部的译文 更加不是人为刻印 是葫芦自然孕生 是自己长出来的 自己长出来一行译文 居然是这般意思 这真是 葫芦皮也太厚了吧 目北嘀咕 很厚 黑麒麟表示赞同 而后道 注入神力试一试 目北点头 试试 当下 他一手拖着葫芦 神力缓缓注入 深吸一口气道 葫芦你好帅 话落的一瞬间 他手心中 葫芦顿时绽放无量光 葫芦口的瓶塞缓缓抖动 将要拔开 而他体内的雄魂神力 忽而间滚滚而出 疯狂地涌入葫芦内 眨眼便被抽走一大半 随后 葫芦赛自行突出 一股吞天纳地的能量浩荡开来 瞬间衍生一口混沌涡旋 似可将一片星空都给卷进去 这等画面惊得目北猛一哆嗦 就连黑麒麟这个曾经的思维 天顶尖强者也不由得动容 这一刻 葫芦散发出的波动太恐怖了 骇人听闻 不过 也是这时 一人一授呼而发现 葫芦表面的那些破损刻痕处 绽放出的光辉在剧烈波动 显得十分混乱 看上去 这葫芦与那吞天炉一样 真正的威能当事实不存疑了 黑麒麟道 他修行超过千年光阴 见多识广 此刻葫芦绽放光辉 使他瞬间便看出了葫芦目前的情况